糊塗妈丢儿订婚戒 翻12吨垃圾找到 把贵重物品或枕包前当垃圾丢 大家到垃圾场翻找垃圾 实有所闻 然而骨坑这张妈妈也不例外 但被她丢的可是一个超重大的纪念啊 周日她办完喜事 糊塗的把儿子订婚戒包在卫生纸内 当垃圾丢掉 4天后才响起 6号早上10点多 赶紧到清洁队办公室 我好小的订婚秋季 好怕没去啊啦 队长赶紧打给垃圾转运赞 幸好还没送进焚化炉 队长出动五名清洁员 挖开12吨垃圾山 8人开始在垃圾堆里狂翻 寻找她所丢灰色相间的垃圾袋 最后张妈妈终于找到 队长说再慢一步 垃圾就被送到焚化炉烧了 队长很开心帮张妈妈 找到儿子的订婚戒 就让您儿子给您美丸 这两个戒指约5万元 不过对张妈妈来说 适合复得的意义比价钱更重大 地方中心 垃圾里真的有黄金 报道